9号密师第九季将成为最后一季了 也和他的名字一样 再久这个数字完成了终结 这一集的故事要说一个恐怖的故事 但是结局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个钢琴调音师走进一个古老的城堡 里面的女仆已经多次接待调音师了 因为上次的那个调音师就没有修好这架钢琴 所以女仆觉得这个杰克也许也不能修好这架钢琴 女主人穿着一身翠绿的衣服出现在杰克的身后 她对杰克说 这架钢琴已经很久没有弹过了 里面的音总是不准 想让调音师能修理好 杰克接下了这个任务 她打开了钢琴 对每一个琴剑都开始调试 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发现了在钢琴的里面 有一张乐谱 她第一时间把这个乐谱拿给城堡的女主人 此时的房间里正好坐着一个非常绅士的男人 女主人看到乐谱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 她直接问你是否知道第九交响曲的诅咒 作为一个调音师 她当然听过那个恐怖的故事 但是她只觉得那些只是迷信罢了 女主人也非常认可那些传言都是迷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看着乐谱的身世开始说起这个传说 原来这个乐谱是贝多芬创作的 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一章 没有完成的部分 传说贝多芬就是在创作这支乐谱的 最后部分离奇的死亡了 后来很多的作曲家都想要完成这支曲子 但是都毫无例外的 在没有完成之前都死亡了 在那之后 很多年都一直传言这支曲子有诅咒 直到最后一个人想要完成这个乐谱的时候 他却在家里自杀了 而自杀的这个男人就是这座城堡的主人 也是女主人的丈夫 而他在死亡之前 还做了一个修改 把第九交响乐的名字改了 改成大地之春的名字 想要逃避死亡 但是很显然这一切都没有逃脱死亡的结果 女主人继续说 她丈夫当时在创作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的状况 女儿意外去世 妻子有了外遇 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妻子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了 丈夫有了无比的恐惧 那种恐惧似乎房间里 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直到一天晚上 女主人听到丈夫在里面大喊大叫 她想要闯入房间的时候 发现门被东西挡住了 当女主人闯入后 她的丈夫已经自杀了 而在她的书桌上有一个遗言 要求她埋葬的时候 把自己和第九交响乐一起埋葬 女主人也就把她的手稿 全部埋葬在坟墓里 而那个坟墓就在窗户的对面 而这一段话也让女服在门外听到了 她很显然有了好奇心 所以第一时间找到杰克 对她暗示坟墓的地点 还暗示那座坟墓里的第九交响乐 是金钱无法买到的财宝 就在杰克想要离开的时候 她竟然拿出后门的钥匙 让杰克从后面自己出去 而且还暗示了铁锹在旁边的小屋里 那个小屋的钥匙也交给了杰克 还交代晚上九点 女主人和仆女全部都会休息 看来这一切的暗示实在清楚不过了 夜晚九点的时候 女仆开始帮助杰克演示 让杰克好快一点下手 在女主人拼好积怒后 女仆立马把东西收了 然后让她赶紧上楼睡觉 而杰克也终于打开了棺材 然后拿到了那一本乐部 这个时候女仆也赶过来帮助杰克 她对杰克说 她已经联系了好几个买家 到时候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然后他们把钱五五分账 一听到要卖掉这个乐谱 杰克不干了 她挖出这个乐谱 根本没有想着要卖掉 而是要让这支曲子能流传下去 让更多的人演奏出来 因为她一直都是这支曲子的忠实粉丝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眼看女仆就要抢走那个乐谱 杰克干脆杀了女仆 那么她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明明看到女仆还没死 还是将她活埋了呢 我们的故事继续 这天女主人再次邀请杰克 当杰克走进城堡的时候 杰克整个人都是紧张的 她不知道自己杀人的事 是否被发现了 而找她的人 其实是上次的那个绅士 原来绅士手里拿着一张乐谱 绅士想让杰克弹奏 万万没有想到 杰克做的这些事 全部都被人知道了 所以她在演奏这个乐谱曲子的时候 也许是太紧张了 刚弹奏几个乐谱 她就看到了女仆在看着她 这个可把杰克给吓傻了 绅士让女主人去拿杯水 给杰克压压惊 当女主人离开后 杰克明白他杀女仆 偷乐谱的事情 全部被人知道了 那么这些人今天叫自己过来 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绅士就开始暗示杰克 他从坟墓里拿走的那个乐谱 本该属于女主人的 现在女主人也需要一笔钱来度过晚年的生活 杰克立马听懂了 拿出那个乐谱 但是绅士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走她的意思 他威胁杰克 他杀死一名女仆的是外面的人还不知道 所以现在他有一个条件 可以让杰克不受惩罚 那就是让杰克完成那个第九交响乐 毕竟杰克也是一个崇拜者 此时女主人拿着水走进来 他相信杰克绝对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但是杰克害怕 因为那个传言这个乐谱带着诅咒 女主人对杰克说 那些都是虚假的 根本不会有什么厄运诅咒 这一切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就是害怕人去修改这些乐谱的 杰克此时对女主人说 他拿着这个乐谱的这个乐理 处处都感觉被死亡笼罩 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他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绅士说 女主人把乐谱交给他 只要他完成最后的一部分 他就可以获得自由 没有办法 杰克只能被逼无奈接下来这个任务 一直到晚上 他都没有下笔写下一个音符 就在他无所适从的时候 一个声音出现了 原来是男主人他对杰克说 诺伟的音乐就是在前奏的基础上修改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音乐方法 专业术语叫假在线 在承保男主人的提醒下 杰克很快有了方向 他开始哼唱前奏的曲调 开始掌握其中的权力 就这样两人互相对话 越来越有灵感 杰克也想知道为什么要找到他 男主人对杰克说 这让我很兴奋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杰克终于知道 这些人做的这一切 全部都是想证明 那个诅咒是否是真的存在 杰克为了安心创作 他把男主人的头像拿走了 一夜就这样安静地过去了 到第二天的时候 女主人走进房间 却看到趴在桌子上的杰克 此时的女主人还以为杰克已经死了呢 当看到杰克动起来的时候 把女主人给吓坏了 杰克对女主人说 经过一夜的创作 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分的创作 女主人非常惊讶 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拿着钢琴上的一页乐谱 交给女主人 当女主人把乐谱 放入乐谱里的时候 真正的反转开始了 杰克此时忽然对女主人说 如果不把这个单独的乐谱 放入进去的话 这个乐谱还是不完整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女主人的脸色大变 恭喜你 杰克继续说 幸好你不相信那些荒唐的说法 所以不要担心那些 女主人嘴巴说着他根本不信 但是他的世界已经开始慢慢黑暗聚融过来 每走一步 女主人都明显感觉到死亡在慢慢靠近 最后他实在觉得背后有东西 就在回头看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 但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当他不敢挖掘这本手稿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被这个传言捆绑了 他明明知道丈夫的乐谱就在坟墓里 但是他一直都不敢去挖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都相信这些荒唐的说法 所以在他生活遇到窘迫的时候 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找一个乐谱的崇拜者 然后假装调音的时候让他发现这个手稿 然后再把这个故事暗示给他 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女主人明里暗里操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害怕那个传言成真 所以想要找个替死鬼 所以杀死女主人的根本不是传言 也不是那个荒唐的诅咒 而是他一直都相信这一切 所以当这一切真的在他的手中完成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走不出自己设计的这个牢笼了 所以破除迷信的最好的办法 根本不是你嘴巴说着你相不相信 而是你的行为 而最终万万没有想到女主人自己设计的这一切计谋 被杰克轻松打破 所以对于未知的东西 我们还是带着敬未知心远离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